今天我们来做一道传统的石川泡菜 叫泡芋辣椒 也叫泡芋辣子 这道菜主要是以新鲜的活鱼作为泡菜的原料 所以听起来有点残忍 我不是第一个做这道泡菜的 这个也不是发明的 是很多人都这样做的 但是我可能是唯一个给鱼喂碍面药的 这样的鱼食的时候就不是不倔的 就成为一道泡菜的原料 这个泡菜主要是 即使是用这个辣椒炒菜的话 也带有鱼的香味 因为各种佐料慢慢的渗透到鱼里面 而鱼的那个香味又慢慢的 使各种调料深合到一起 这道泡菜主要是我前几天放到一本 我很多年前买的一本书是叫川味泡菜 这本书是出版于1980年 说明做这道泡菜已经有很优秀的历史了 这道泡菜主要是吃辣椒 就是泡两个月以后就可以把辣椒用来直接的食用 也可以用辣椒来炒菜 这样炒的菜里面也含有鱼香的味道 我把这道菜的文字录下来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照照做 首先把新鲜的鸡鱼放在清水里面养一天 要换很多次水 我一天差不多换了五次水吧 然后再加入一些食盐 还有二道的桃米水 让鱼把它内脏的东西排干净 这个过程叫换肚 肚子的肚 有人要说这个鱼里面的寄生虫怎么办呢 其实经过高盐高糖高酒精 还有没有空气 寄生虫一般都会被杀死掉的 何况这道泡菜主要是吃辣椒 就是鱼腊子 而不是为了吃鱼 所以说也就不要再讨论鱼干不干净了 做好的鱼腊子 可以直接食用 就是泡菜 也可以切成小块 当炒菜的调料 这样的辣椒又咸又香 既有鱼的炫味 所以如果炒鱼香菜的时候 虽然没有鱼的肉 但是味道还是很像鱼的 现在我在烧开的水里面加入红糖 因为红糖比较硬 在水里面煮一下 更加容易融化 然后我找一个小桶 放入两片安面药 这样的话把鱼封进去 有人说鱼没有人类一样发达的大脑皮层 所以它感受不到痛苦 因为鱼是最原始的脊椎动物 还没有人的大脑 那么复杂和先进的痛觉 所以说其实鱼是感觉不到痛的 我就试一下用安面药 会不会让鱼昏睡过去呢 这个爱识作能片 你看你看你看 有一条鱼已经晕过去了 说明安面药对它还是起作用的 现在我把烧开冷却的水倒入毯子 本来是应该用土陶毯子的 为了便于演示的话 我就用一个很小的玻璃毯子 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鱼了 水不要放太多了 给鱼留下空间 还有辣椒 然后选用新鲜的硬件的 没有虫害 那个辣椒饼没有损坏的 二青条放进去 您说应该放红色的二青条 因为这个季节没有红色的二青条 我就选青色的放进去 放的时候用剪刀剪掉一半的饼 这种玉纳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保持极欲的原状 先不去拧甲也不破腹 就是按照上述的方法 就是按照上述的方法 让鱼吐进浮中的脏雾 用活的给予如痰 目的就是要取鱼 鲜与蔬菜 使味道的生态效果更好 泡芋辣椒的特点就是舌舌要鲜亮 直地要清脆 口感是微辣还有微甜 加上泡菜有一点微酸的味道 现在加入很多的盐 我差不多加了半包盐吧 的确要在高盐的条件下 才能适宜保存的更久 然后加入两杯可白酒 这种白酒是我用来泡菜的 不要用太贵的白酒 然后加入50克料酒 现在开始加入一个香料包 香料包里面的香料 一般包括 香料包 放在坛子的中间的位置 泡一段时间的时候 再把香料包摞动一下 这样使香料包更好的味道 生透到坛子里面去 然后我再用50克的白胡椒把它拍破 因为胡椒是去腥体味的 这样很好的移植住鱼腥味 这个菜板是我刚买的 太光滑了 我一按那个胡椒就到处跑 把老坛水转移到新的坛子里面 沙子太小了 我就用一个挤浆的瓶子 这样通过空气 现在我用到挤浆瓶转移老盐水 为什么用老盐水 就是为了使老的盐水 让新盐水更好的发酵 好了 一切都准备完成了 就等把鱼放进去 我居然忘记拍 怎样把鱼放进坛子里面了 现在我分享一个 非常实用 简单的小技巧 如果你要外出一个月 甚至八年以上 你家里面的坛香水 如果没有经常穿水的话 盘瓶子里面的泡的东西就容易腐败 就这样 用塑料袋把盘子的边缘缠住 这样的有效的阻止 盘盐边上的水蒸发掉 可以有效的隔绝盘子外面的空气 我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要去相信网上说的 在坛子的边缘 放很多盐把它包起来 结果出去两个月以后 发现坛子边缘的盐全部结块了 家里面的盘子全部抽掉了 就采用我这样的方法的话 又简单又方便 如果还不放心的话 可以找一个更大的数量袋子 把盘子从头到尾 倒过来包起来 这样在盘子的边缘砸一层 让水气不容易蒸发 倒过来的时候再砸一层 这样的话就很有效的 阻隔了盘盐水的蒸发 意思是你走三个月以上 那盘盐水都没事的 所以说圣经里面说 先知在家乡都是不受尊重的 烦发去尾 Trust 嬷爆 Lev妻